請各位就座 我們現在開始 今天的協商會議的第二案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还有第 接下来如果进行完 就会进行第三案 就是那个工程会的组织条例 那各位桌上都会有一份 这个白色的这一叠 这个是委员会整理的 包括我们这一届第一会期 所审查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会从 最早的条文开始讨论起 最早的条文 我们今天特别请这个司法院 法务部还有权势部 几位首长过来 谢谢各位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会议的时间 今天我们協商会议到 下午的 4点30分 下午的4点30分 那今天一定協商不会 有全部的结论 我们会再 尽快会再召集協商 那么也请黄伟那边 如果那个时代力量党团的条文 如果出来的话 就如果可以尽早提供 对我们来说是更方便 好我们现在请 各位请看第二条 这个是旧的审查的条文 就是 大家现行条文把 司法院司法人员研习所 修正为法官学院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 我们就叫 就叫审查会通过条文确定 好 请各位看 翻过来 第四条 第四条 这个是保留 要送院会 处理 这个就是 我们要再来再次協商 这个部分 黄伟你们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条文 有第五条的条文 我之前跟大家说明过 第四条的条文 就司法院院长指定的代表 下降到七人 法官代表 拉到十四人 其中增加的两名 全部给基层法院的法官 互相选举出来的代表 然后学着专家 拉到五人 法官 院长指定的 如果是三院百个 NewsRofer的版本是十一人 那你的建议就是改成七人 对 那法官代表 你是说 十四个人 十四位 然后十四个人里面的分配 現在全部都加到基層法院 所以基層法院的代表就把他成為十個人 現在再講第十票 所以基層法院的代表是十位 然後都是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嗎 是不是 對 學者專家五位 那產生的方式呢 就還是沒有奔 好 請問司法院 這樣這個司法院了解吧 各位委員這樣子了解 沒有 就是我再跟各位說一次 黃委員的意見是這樣 就是說第四條 司法院院長指定的 十一人下修為七人 法官代表 由十二人 調整為十四人 然後呢 本來 這十二人呢 就是本來是這個 最高法院一人嘛 最高行政法院 及工程會一人 高等法院二人 然後高等跟行政法院一人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不動 就維持四位 然後呢 多出來的 這個名額就給 地方法院 還有少年級家事法院 所以就變成 十個 就是十二人變成十四人 是增加兩位 兩位 那所以 呃 所以就是說 地方 法院級 所以應該是五位跟九位 是不是 呃 一 二 對 就是說 您所說的這個基層 是指的地方級 少年 也就是說 在地方級 法院級 少年級 家事法院 之外 本來是五個 這五個不動啦 變成是 本來是五七 現在變成五九 應該是這樣 這是您的調整嘛 是 好 所以就是 呃 多出來的兩位 就放在地方法院 還有少年級家事法院 然後呢 這個學者專家 好 就是第二 第二款多兩位 所以我們建議回到現行的規定 就是七位 那第二個 剛剛 呃 黃委員提到這個 修正版 他是把這個 法官的代表 由目前十二位 提高到 十五位 那麼 學者專家有三位 提高到五位 那這個地方 特別要跟 呃 主席各文報告 呃 這個條文呢 是關於 四百元人審會的 職權的規定 那麼 呃 可以講說 這裡面 人審會所審立的 是關於法官 所有職務上 表現的 所有事物 所有事物 那麼 我們認為 在目前的 憲政 呃 之下呢 法官表現 好不好 呃 司法院院長要負 相當大的責任 包含 呃 呃 呃 法院的首長 啊 法院的首長 那麼 呃 過去的人審會呢 是指定代表 比 法官代表 多一位 那後來 因為 呃 各方要求 法官 呃 能夠多代表一點 那麼 呃 所以就調為 呃 司法院指定的 是十一位 那法 法官代表十二位 就多一票 但是如果這一次 這樣子大幅 調高以後 我們可以 很直覺 呃 就可以呃 產生這樣的問題 呃 就是說 司法院長在這個 法官的人事的這個部分 啊 啊 幾乎 呃 他的 整個 他的權力啊 大概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啊 非常大的影響 那麼在一個現任體制之下 如果這個人事的調派出了什麼問題啊 因為在合議體下其實是沒有人可以負責的啊 那麼 那麼 司法院長他 呃 有監督 但是實際上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那 也無從追究他的責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呃 管理基層法官的代表呢 那麼 呃 地方法院比較多沒有錯 呃 但是在我們人事的升遷上面呢 通常上級審是 比較了解下級審的 也就是說 同樣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喔 除非他有擔任行政職 否則他並不容易全面的去瞭解 呃 其他法官的表現 呃 如何 所以 呃 假設我們 太過大幅的擴張 地方法院法官的調動呢 那麼 呃 可能在整個 全體的人事的 呃 適當的運作上會出現問題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呃 地方法院的人數 占絕大多數 變成由地方法院的法官呢 來決定上級審法官的簽調 那麼這個過去討論很久 也有很多人認為 呃 這個在 呃 各國的司法倫理上啊 都不是很 切當 很切當 所以我們 呃 呃 斟酌的 呃 結果呢 從 呃 過去很多年來 大概都是按照法官的人數啊 去分配它 呃 並沒有特別著重某一種審極 那目前來講 地方法院呢 也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 呃 那第一款就是司法院長是指定11位 目前就是 這個11位 司法院長指定大概都是哪些的 都是法院的首長嘛 呃 就是 從高本院 高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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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副秘書長 對 還有副秘書長 沒有 呃 秘書長也是 秘書長也有 是指定的 所以11位嗎 對還有副院長 副院長 院長副院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三中審 還有五個廳長 加上高院的院長這樣 三個啦 欸沒有 不是不是 欸不是三中審 那個工程會委員長不是啦 就是最高最高型這樣 最高最高型 高本院有沒有 有 那限制呢 限制 現在就是這樣 對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這樣 這主要是 人事審議啦 人事審議是不是就是 尊重這個司法院的 這個部分的處理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啦 就黃偉人的 這個 呃 建議呢 他認為說 呃 司法院長在這個 人事審議啊 權力太大 好 因為他 任命了11 指定11個 然後這個11個呢 大部分是他的屬下 好 譬如說 民事長副民事長 廳長啊 那 然後呢 他想要提高這個 法官的代表跟 學者專家代表啦 那司法院的邏輯呢 是這樣啦 就是說 欸 民事長也講得很明白啦 因為 院長要負 成敗啦 法官如果出問題啊 大家就會罵司法院長 那所以呢 他既然要負責啊 那就應該 讓他有比較大的權力 因為他負 比較大的責任嘛 那當然啦 這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啦 那就是我們要去做一個選擇 要選擇哪一個角度 那當然啦 真的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啦 各有各的道理啦 不過 人事審議啊 都是會有人情包袱啦 那我也不曉得法官的這個 票選喔 會去拜託賣啦 這我不知道啦 拜託說 就要跟他拜託 然後你說那你要幫我忙啊 我覺得好像 這個 法務部啊 那個檢審會好像有 有點這樣的情形喔 那我不知道法官喔 因為法官都高高在上啊 我也不曉得法官會不會有人情包袱 就人人好像都會有啦 那所以呢 好像把票選的比例提高 那會不會在人情上面 就會更有決定性 這就我不知道啦 這可能也要列入考慮 那但是 看大家有沒有一個折衷的 現在就是說 以黃委員的意見 就總共26位嘛 那如果把院長指定 加上院長臨選 臨聘 這個都算成是 院長可以比較可以 可以有影響力的 如果照三院版 是14位 那有12位是票選 如果照黃委員的建議的話 那剛好相反 票選的有14位 那院長可以比較有影響力的 有12位 那就是 誰占多數的問題啦 來 民主長 剛剛委員 這個主席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指定委員 院長的影響力 其實從我了解以來 這個大概有 1、2、10年內 幾乎沒有聽說 司法院院長在個別人事案 去要求他所指派的 這些廳處長要如何投票 所以一般都是本離他們對這個 個別事件的理解 去處理 所以呢在 前一陣子也有一位 法官 在人審會書類送審的時候 人審會表決通過 大家都在怪司法院長 都在怪司法院長 等等 當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很重要的制度 說比較極端一點的 司法院長做不好 有一個民主機制可以叫他下台 包括秘書長 三中省的院長做不好 都可以叫他下台 但是人審的委員法官終身職 其實是沒有一個可以救責的機構 救責的機制 所以這個我們要特別跟大家報告 那當然 基層法官的聲音也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涉及到他們自身的 厲害的問題 但是我們在人事的作業上面 除了個別法官的厲害之外 我們還要看到底這樣的一個人事的作業 能不能對於司法維持一定的品質 還有這個人事的公平有幫助 我想這個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建立說 過去這樣的制度運作起來 其實人審會在我們司法機關 其實封品是不錯的 也相當有獨立性 相當有獨立性 並沒有發生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的缺陷 我們還是建立不要調整 來 方元 不是啦 秘書長一方面又講 說院長要有比較大的控制的權力 那他才能夠負責 那另外一方面又說 過去院長都不會指示這些官派的代表 那我就聽不懂啊 那你一方面給他官派的代表是他要負責 那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會指示這些官派的代表 那既然院長都已經如此坦蕩了 不會去指示那些官派的代表的話 那我們現在要求要給維持給院長這麼高的比例 到底所為何來 那第二個是秘書長所謂說有一個民主機制可以讓他下台 其實我是聽不太懂 到底是什麼民主機制可以讓他下台 如果說今天是以檢察官跟法官兩者之間的屬性來做類比的話 那當然我知道我們檢察官的群體啊 對於自己的獨立性 然後跟司法官的性格 是一直相當堅持 這個我完全都了解 但是我們不能夠否認的事情是說 法官跟檢察官兩者之間在性質上面的屬性 檢察官行政的性格要比法官更為濃厚 法務部部長針對有關於檢察官人事 在相關的人事審議上面 他所承擔的首長責任 我想是比司法院院長還要來得重 我就講個最直接的 法務部部長要到立法院來備訓 司法院院長 我們只要投過一次的人事同意權以後 接下來就再也沒有機會 再也沒有機會 可以去質詢司法院院長 那今天在檢察官 他們裡面的人事審議委員會裡面 17個人 部長指派的代表也只有4個 檢察總長指派的代表也只有3個 那如果司法院今天講的言之成理的話 那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其不由更大的 要予以調動 他的比例的理由 我對於司法院剛剛所提出來的說明 我沒有被說服 其他同仁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請審議委員 我想在這裡面 好像秘書人講的也有道理 可是黃國昌委員講的也有道理 所以我在想請教一件事情 像在這個人事的審議委員會裡面 對於這個不良法官或不適任法官 那在這裡面就是可以做懲處嘛是不是 我剛剛看你有些懲處 包含說免職 應該不是吧 他可以送職務法庭 檢察院審查送職務法庭 他有相關的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法官 如果12變15 如果以後大家變成 法官也急急於在這個經營 人際關係人脈關係 會不會有這種偏差 會不會有可能 那剛才秘書長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院長所指派的11個人 都是屬於聽處長級的 或者院長級的 如果聽處長級的 如果我想會單任到首長級 他有一定的公信力 跟他有一定的程度的司法人事的了解 所以在這裡面 我也相信他們的公正性 不過可是在這個司法改革裡面 如果還是按照你原來這個體制 我們在喊司法改革 然後太幻不良的法官 是不是在這裡面就沒辦法表達 或是我沒辦法處理 跟委員特別報告 就是太幻法官 我們在這一次修法裡面 兩個重點 第一個法官評鑑 第二個職務法庭 那邊有非常大幅的改革 因為我們人省會 有法官法以後 人省會他不能夠直接 把法官撤職免職 這個也都不行 他只能夠移送監察院審查以後 彈劾 這樣子 但最重要在他的升遷 調動升遷 省級的調動 或者地區的調動 所以就是說如果 如果是我們這個人省會 如果這個代表席次的調整 最大差別就是 一個是院長能夠掌控 一個是院長不能掌控 是嗎 跟委員報告 也順便 如果在一個自主性的來說 院長掌控越少不是更好嗎 其實我剛剛特別報告 在個案 我所了解司法院長 以我自己親身經歷 從來包括以前 我在司法院人事處擔任處長 沒有一個院長為個案 要求他的指派的人 說這個個案要贊成 或反對或怎樣 沒有 但是為什麼我說 這個重要 就是因為 這個個廳處 他的施政 他要求法官做到的這些施政 基本上都是要經過 司法院院長來 核定 才變成一個司法院的 施政的方針 所以他們很了解 司法院在司法改革上面的 立場 司法改革立場 那當然就以司法院來看的話 基本上他希望司法 越好 當然是他的任務 所以難免會得罪 一些法官 所以很多提案 都是司法院要主動提辦 因為他本來行政監督的 權力 他就有責任 把這些不適任的 不好的 要拿出來 好 那因為法官推派 除了變成十五 會不會將來 是不是更適任 有些法官他能夠更自主呢 當然 一個事情有利有弊 譬如說 司法院長雖然不用到國位 但是我是代表司法院長來的 今天哪個法院 哪個人事調動 認為不適當 委員直接就可以來問我 指教 馬上有一個出口 今天如果人事案是由法官來決定的 委員你要去問誰 我是講很坦白的話 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一個體制 一定要弄得非常清楚 是 不然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一開始就講 兩邊聽起來都有道理 對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站在哪一個邏輯 譬如說 剛才黃委員講的那個 我覺得是很有道理 可是呢 如果站在另外一個角度看 正因為法務部長 他是法務部一部之長 然後檢查系統又是檢查一體 所以呢 他對人事的這個指派 就包括總長在指揮辦案 包括部長 對行政的指揮 那麼 檢察官的這個人事審議啊 讓檢察官有比較多的民選 是因為 他的這個特性 他需要更多的 票選出來的 來做制衡啊 就因為他的指揮權大嘛 他的指揮權 就我的想像一定比 司法院長去指揮法官啊 司法院長也沒辦法指揮法官 可是 這個檢查一體啊 這個總長就可以指揮檢察官 那所以呢 他們這個檢審會的組成啊 剛好讓檢察官的票選比較多 那用來牽制啊 部長跟總長 但是 院長 對於 因為法官都是獨立的 那院長呢 能夠指揮的是在 呃 這個行政系統啊 行政事務上面 那所以也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他可能不需要那麼強的一個 這種 對抗的一個 我講對抗比較不好聽的 就是 對抗的這個機制啊 可能就沒有那麼強 也說不定 這個是在檢察官的人事審議 跟法官的人事審議啊 的 從 同樣的一個 呃 事實可能可以得到 另外一個不同的 解讀啦 說不定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這 就好像現在我們也沒有辦法 得到一個結論 怎麼兩個加起來除以二 兩邊各十三個 好 就我想大概兩邊都沒辦法接受啦 這條先保留 因為這條跟後面的這個條文比較 不相干啦 我們可以單獨來處理 第四條保留 我們請看第五條 第五條上次黃委員在非常重視的一個 呃 問題就是說 法官的 高等法院以下 法官的這個資格 為什麼學者 教授裡面 沒有中研院啦 那麼為什麼 這個行政 法院就可以有中研院 為什麼 這個一般的法院沒有 來這個司法院說明一下 這次 三次我有報告 基本上 這個見解 我們是贊同 就是因為當初 法官法 在立法的時候 它是把 人事條例 適用於普通法院的人事條例 加上適用於 行政法院的 行政法院組織 兩邊的條文 搬進來而已啦 好 那因為行政法院 組織法 立法比較晚 所以當初 可以講說 比較進步一點 那人事條例 沒有跟著修 所以這一次呢 在 如果 黃委員說把 莊藥研究院也納進來 我們也同意啦 這樣 那就 是不是請司法院這邊 能夠跟黃委員請教 這個條文應該是很簡單啦 好不好 看怎麼樣 你一個條文 拜託一下 我們有 有你一個 草案的條文 好 那發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請司法院 請司法院 你們今天有你什麼新的建議條文 都一起發給大家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有的一起一起 好 好不好 就 就是你們後面的條文 如果什麼 對 就發給大家 可以先看一下啦 那有那個條文啦 就先交給我們工作同仁喔 他們可以先印喔 沒關係 就是第五條是這樣 後續 後面的你們已經有 準備的就先印出來了 沒關係喔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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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邊也沒有多大的疑義 還是是不是讓他們既然當初提出來 一定有他們的想法 但我們也不說要偏台於哪一方 是認為說該對的要修了就該調整 是不是有其必要 好 司法院請說明 是 這個是根據施改國事會議案 本來是設計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都是特任 但是外界認為這種忠誠法院法官 特任由總統任命 可能會有一些 因為政治干擾審判的問題 所以有很多質疑 那我們在匯嫌行政院跟考試院的過程 行政院考試院對中審法官的特任 不是院長 其他法官都特任了 表示疑慮 我們認為說這個法案 如果為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沒有辦法推動 整個司法改革關於法官的淘汰 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就暫且 這部分先不要修訂 以維持現狀 這樣子 讓法官淘汰的部分來優先通過 請黃委員 上一次討論的基礎是請司法院回去 你書面跟大家說明 現在最高法院的院長到底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上一次討論是最高法院的院長是如何產生出來這件事情 在我國憲刑法裡面是沒有明文規定的 但問題是這件事情很重要 也就是說 在上一次委員會詢答的時候 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的立場了 我不在乎是特任還是不是特任 那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一個人 到底是怎麼生出來的 最高法院的法官到底是怎麼決定的 這件事情才是這個事物的本質跟實質上面的重要性 我相信 有關心過台灣整個司法改革歷程的人都知道 最高法院的改革有多重要 正因為他是最終 他所做的決定 會影響到下面多少案子 過去軒然大破的案子 我想我就不用再複述了 而最高法院的法官 享有最終 他們裁判的權限 過去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 根本不負責啊 什麼叫不負責 我以刑事訴狀來講 長久過去飽受詬病的 就是跟1跟2跟3跟4跟5跟6跟7跟8 不曉得可以跟到什麼地方去 一次上訴 指責一點 讓判決好寫 丟下去以後 上來發現了 不是新的問題 是本來就有的問題 繼續這樣子搞 那你說啊不會啦 我們訴訟法都有規定 最高法院的法官因為是最終 所以訴訟法的條文 我不客氣的說 對最高法院 法官的拘束力在現實面上面 跟下級審法院差別程度之大 差別程度之大 沒有人可以去 修正他們的判決啊 過去歷次訴訟法的修正 要求原則上要開言直辯論也沒做到 要求原則上要自為判決也沒做到 要求一次上訴的時候就全部的徵典 希望能夠全面性的審查 然後廢棄發回以後 不要再來跟來跟去了 也沒做到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司法改革的一環 當然是司法改革的一環啊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最高法院的法官跟院長 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那上一次有請司法院做說明 可是我怎麼會覺得說 你們怎麼在推動這些改革的時候 好像是用巨見法 就是這個突出來以後飽受批評 那沒有關係嘛 你覺得有政治性強的 什麼總統要去任特任官 政治性強的把那個疑慮把它放掉 那個部分就不要處理 但是現行法 針對這麼重要的事情 沒有明確規定 那為什麼不利用這一次 在法官法裡面去定呢 我再具體的講啦 那如果說 最高法院的院長也好 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好 除掉特任官的部分 那設計 由本來你們 產生方式其中一種 就是說產生方式是核心啊 就是 給司法院的院長一定提名的人數 一定倍數的提名人數 由法官臨選委員會來挑 就是我不要特任啊 我去掉政治性啊 但是現在沒有規定 完全不曉得怎麼搞 的臨選程序在法官法裡面明定下來 那這樣子的方向 那這樣子的方向 司法院以為如何 好 基本上贊同方議員官的看法啊 因為法官不是特任 那麼他所需要具備的民主多元性呢 他的成分呢 就會相對減弱一點點 而重在他在審判的司法專業的領域 司法專業領域 這兩個是不大一樣的 那麼司法專業領域裡面 當然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要看他從過去一審二審以來 他在審判方面的能力 審判方面的能力 那麼這個 當然同僚最清楚 同僚最清楚 他這一位要作為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的風格 他的法律見解能力 是怎麼樣 這是很著重專業的部分 所以目前限制最高法院的產生 他跟法官的產生 跟其他的法官產生都一樣的 他是透過內部的人事審議委員會來審理 所以這位法官過去 不管你多久 有十年二十年辦過什麼樣的案件 同僚都很清楚 都會被檢驗 這個比臨選委員會 絕大部分都是外面的學者 他不會比法官更清楚 這位法官過去幾十年在法界的表現 所以目前的機制都是這樣 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機制 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還維持現在人數非常多 他比較專注於專業審判能力的 這種確認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有目前人審慮來做 應該是可以達到目的 謝謝 我跟司法官先確認一下 所以您的意見就是說 在我們沒有把中審法院變成 法官變成特任的這個前提之下 你們的意見就是說 因為本來把第五條 拆成第五條跟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二嘛 所以就變成是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二就不予真定 第五條就維持現行條文 但是把這個有大學教授的這個部分 都把中原院納入對不對 對 好那我了解 那請換位 陸書長剛剛講的那個理由 如果能夠成立的話 我老實講 司改國事會議 根本不用做成這樣子的結論 那第二個是 你講出來的東西 跟你自己本來提出來的東西 完全背道而馳 你處理的方式 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特任 我老實說 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一般老百姓也不在乎啊 你是特任或不是特任 說話的 那個在官制 你們要怎麼編啊 大家在乎的是什麼 大家在乎的事情是 你挑出來是透過什麼樣子的程序 取向於什麼樣的價值 挑出來的人 是符合我們希望透過那個程序 所彰顯出來的價值 那不給他特任官 就維持原制 除非要給他特任官 所以才要給 比較有多元代表性 大家考慮的那些實質的因素 讓法官臨選委員會來選 這個是什麼僵化的思維模式啊 我完全聽不懂啊 今天你說有政治上面的爭議 好像不要讓總統把手伸到最高法院去 會引發不必要的聯想 那就不要讓總統去認命嘛 那但是什麼 你不要讓總統認命 你維持讓司法院院長去認命 那但是還是要有個領選過程啊 今天大家在乎的實質的是 你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領選過程 取向於什麼樣子的價值 選出來什麼樣的法官嘛 那你如果說要維持限制的話 那我們過去這麼長久以來 對最高法院的改革 最高法院的人事改革 因為最高法院的人事改革為什麼重要 重要的理由就是說 你動訴訟法沒有用啦 因為你還是按照本來的思維 本來的慣性 本來的習慣 在處理啊 你人不患 你動訴訟法 你立法院動訴訟法 歸你動訴訟法 我最高法院我還是這樣子搞啊 誰有辦法糾正我的判決 沒有人有辦法糾正你的判決啊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個事情才會被列為說 我們在討論事法改革 不是只有兩年前的施改國事會議 最高法院的改革 這件事情討論多久啦 結果好不容易 開了施改國事會議 要修法官法 一切回到原點 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過去累積了這些討論 提出來的檢討 在施改國事會議裡面 所形成的結論 全部丟到垃圾桶 那單純就是要避免說 不要讓大家誤以為說 總統要把手伸到最高法院 好 那不然的話 那第五條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 只能先保留啦 第五條已經有 蛤 第五條的修正 你們有一個修正動議的條文 但是問題是 這個 大家有共識 只有中醫院這個部分啦 對不對 那你第五條 如果黃委員還在 如果還是希望能夠 他們現在今天提出來的修正條文 跟我要提的是一致的 第五條我沒意見 第五條沒有意見 好 第五條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 司法院建議的條文修正通過 那你有意見的 就因為他把這個 但是你們這樣子會不會 我看一下你們的這個條文 除了中醫院之外 你們有把它改什麼 你們的那個 院長的那個 臨選的 連院長產生的辦法 你本來不是有辦法定資嗎 對 就是 對不對 不在第五條 不在第五條 第五條只是資格而已 好 程序在五之一 在五之一是新增的 新增的 對 那你如果五之一沒有通過的話 就是說你們五之一 還是另外再會 會修正嘛對不對 我們希望五之一這個新的 新的程序 你們五之一新的程序就是只是把 你變成把法官拿掉嗎 沒有 我們五之一的這個程序希望不要 就不要嘛 對對對 就不要定 所以 黃委員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在意的是院長產生的程序嗎 除了院長還有法官 對 那他本來這些是在第五條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在第五條授權嗎 沒有沒有 沒有嘛 那你們這個本來都沒有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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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條文處理嗎 在哪裡 來 來請聽長 跟那個主席和委員報告一下 原來那個第五條呢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修 那但是我們做了一個條文 條項的一個儀列 因為我們把原來第五條的第七項 跟第八項呢 這是有關於 那個法官的那個選 呃 領選的那個程序呢 全部就是連同 本來要 呃最高法院法官的那個領選程序 通通都移列到 第五條之二 所以就只有把條項移列過去而已 那現在我們那個 呃 五之二那個 呃 第五條之二不修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個 條項那個移列也不要了 那所以現在只處理 就是呃 黃委員建議的 就是把那個法官 任用資格呢 加上那個中研院研究員 所以所以就是說 第五條如果按照 我們現在臨時動議的話 我知道 他跟那個五之一是完全沒有 我知道 所以如現在 所以現在黃委員在意的是在五之一嘛 對 你就原來你們的這個 增定的五之一嘛 那你們現在希望五之一就不予增定嘛 那黃委員是希望說利用五之一來做修正嘛 應該沒有錯嘛 好那我們第五條就照司法院修正的建議 呃 修法院建議的條文修正通過 那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就是對於希望把 最高法院的院長跟法官 即便這個仍然是檢任法官啦 沒有修正為特任 也是希望明定 零選的這個程序啦 他應該透過什麼程序產生啦 也不要說零選 怎麼樣產生出來啦 那所以司法院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希望維持現行的產生方式 那現行的產生方式也可以在法律上明定啊 其實是有的 現在所有法官的簽調 是有法律的 是有法律的 我們其實也定了一個 呃 法院的庭長法官臨選的一些 呃 比較細部的辦法 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 呃 任意的就 呃 提哪一個人去當最高法院 呃 法官不是的 他其實要符合一定的資格 譬如經過票選 啊 或者是首長的推薦 法官的票選 律師公會的票選 或者是首長推薦等等 然後提交到人審會 其實是也是程序也是蠻嚴格的 有程序啦 但是那個程序定在哪裡 呃 法條 好 我們的 呃 法官的 對 法官的 法官簽調改任辦法 我們有一個叫法官簽調改任辦法 那個是根據 法官法 對法官法 不定啊 那產生的方式 就是要檢討 那要不然的話 如果都按照一切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在討論最高法院的改革 那不是在討論好玩的 那上一次開委員會的時候 所以我就拜託過你們了 這個院長 跟那個法官 到底怎麼產生的 請你們提供書面資料給大家 到現在也沒有提 呃 司法院有沒有準備 這個院長的部分齁 呃 現在是散在各個法規 就特任官總統如何任命齁 是散在各個法規啦 那是不是可以請你們提出來給大家 所以說你散在各個法規 那現在總統在挑最高法院院長 是不是可以請秘書長詳細的說明 總統在挑最高法院院長的時候 是透過什麼程序 從哪些人當做一個鋪兒 去把它挑出來的 我上一次有報告 總統在任命最高法院院長 在網立啊 司法院都會提供一些人選啊 符合資格的人選 但是不拘束總統 司法院的那個人選如何產生的 司法院可能每一任的院長不一樣 有些他可能就徵詢一些 比較司法高層 有一些他自己有認識的人 所以嘛我們現在最高法院院長產生的方式 目前運作的狀態 就是空間很大 彈性很大 每一個司法院院長處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應該這樣嗎 這個因為涉及總統職權 事實上也有 我了解也有司法院院長推薦人選 總統不接受的也有 對嘛 那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問題的本質 今天你不要這個院長 然後是個就是不要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特任 然後怕總統把手伸進去 要弄這個疑慮 但是你把最重要的改革 就因為要閃掉這個疑慮 你通通都不要了 那你通通都不要的情況是什麼 法官產生的方式 最高法院法官產生的方式 過去被詬病的 動都沒有動 那院長產生的方式 反而是現在透過一個最沒有標準 因每一屆的司法院院長 在完全不知道情況 就是說在完全不曉得程序跟標準的情況之下 每一屆的院長還有做不太一樣的事情 然後只是為了要尊重總統的職權 那這樣政治性起不更高 最高法院的院長的資格有沒有 我們有規定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資格 有沒有規定最高法院院長的資格 他是必須是具有最高法院法官的資格 才能被任命為最高法院的院長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 都沒有任何資格 因為我們現在的最高法院法 總統啦 他如果覺得他敢於我 他也當一名我就對了 我當兵做最高法院院長 我們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因為是常任文官 所以他是從文官一步一步上來的 這樣很好笑嗎 我是要問 以我做例子 大家比較會清楚 我如果問 你不是法官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是法官 一定要是法官 就是說他必須是現在實任的法官 還是具有法官資格就可以 他是 我們其他的法院的 下級審的法院是法官兼院長 所以一定要法官 那中審法院的是院長併任法官 他只要被任命為院長 他就可以變成法官 對 所以他不需要任何資格 他要同時取得法官 他要有 他只要被任命為院長 他就取得法官的資格 所以他可以任命中孔照 可以任命何志偉 可以任命段一康 雖然說我們不是法律系 不是啊這樣的制度不是更荒謬 今天總統任命一個從來沒念過法律的人 就因為我喜歡他 然後沒有任何監督制衡機制 然後我只要任命他 譬如我覺得中委員長期為勞工發聲 中委員當最高法院的院長 總統只要這樣做 總委員同時就取得法官的資格 就是說 其實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 醫院的院長不一定要是醫生 他負責行政工作 那如果最高法院的院長 他只是負責最高法院的行政工作 這樣子還可以想像 他如果就因為這樣子就變為法官 就好像你被當了醫院院長之後 你就會取得醫生資格一樣 這樣子是怪怪 當然我相信 沒有一個總統會這麼荒唐 大概這就是荒唐 但是這也表示說 這個在制度上的設計是有點問題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好像很奇怪 他如果這樣的話 他不要那麼荒唐 就任命一個法官 那這個法官呢 其實他的資歷 或者他在法官的系統裡面 他可能大家認為他不一定夠資格 他就 但是總統任命總統負責 但是這也表示他其實他這個選擇的這個對象 會很寬嘛 好 除了法院的院長的資格 他承認大法官是承認最高法院法官 承認 最高法院就是檢察總長 行政法院院長或工程會委員長 或者承認最高法院法官 然後高檢署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高等法院院長或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合計五年以上等等 還是有限制還是有資格啊 怎麼會沒有資格 法官法實行以後啊 就用法官法 所以那個就 那個就是舊 那個就沒有了 舊的 對不對 你也有資格我也有資格 那就是就表示 這個法律的規定有點 那為什麼當初把這個資格拿掉 這個我們再 就不了解 了解以後再跟委員報告 好 那這個 五之一跟五之二 我們就一併先保留 五之二本來身上會是不予真定 好 五之二跟這個不相干 五之二就不予真定 我們就保留第五條之一 第七條我們在審查會通過的是照修正動議通過 司法院有提建議 司法院有提一個修正的建議 請司法院說明 對不起剛剛有 第五條有問題 第七條 第七條 先第七條 第七條 第一早說明嗎 那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七條的那個 本來就是有關於那個司法院設的那個法官臨選委員會他執掌那個事項呢 呃 因為我們搭配到那個職務法庭 以後那個會有那個參審 會有那個參審員啊 所以說呃 在後面那個規定裡頭就是參審員他也是由這個 呃 法官臨選委員會 他來那個臨定 所以他那個職掌呢 就會那個增加 那另外就是上次那個中委員 他也建議說 有關於法官 評選委員會呢 外部的這個學者跟社會公正人士 他除了由那個全聯會跟法務部 呃 提名名單之外 他的臨定也要經過那個法官臨選委員會 來那個臨定 因此呢 他的那個職掌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這一方呢 就就是彈書這邊就呃 就是呃 修正這個條文 及其他法律規定辦理的事務 這個是第一點 就是那個臨時動議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採列了105年的那個修法 在這個第1 2 第第4項這地方呢 就讓那個程序更完備 那就增加了就是說 第二項的委員會呢 由司法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那因故不能夠召集或者是主持會議的時候呢 由他指定的委員代理之 以上 任版機箱有修 任版機箱有修 任版機箱有修法趕過來有修 好 這個在原來的 條裡面有啊 代理的這個 對105的 蛤 第七條 你們 在 2 3 第四項 第二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尤其指定之委員代理之 這個在 這個在我們通過的條裡面有啊 有 那為什麼現在還要再改 是向次的調整嗎還是 我們 我們 我們的那個改是以那個現行法的那個為主 好好好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實際上就是改一個東西就是說 集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之事務嘛 是不是 好請問各位同學們意見 那請荒委員 有兩個問題喔 上次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條文 然後考選部代表兩人 那現在呢是考試院代表兩人 再回到本來的條文 那到底是考試院還是考選部是一回事啊 這林選委員會為什麼 不管是考試院也好 考選部也好 需要有兩名的代表 他如果說只是要確保一些 資格上面是合乎官制的話 我給他一個綽綽有餘了吧 現行法就是兩個啦 對啊我知道嘛 現行法是2011年修的嘛 2011年內制修法官法的品質 我想都不用再複數了嘛 我就是搞不懂啊 給他們兩個人要幹嘛 他代表的到底是什麼利益 那你要確保說 啊我們裡面有一個委員 要懂官等 要懂官制 然後相關的都要符合 那OK啊 給他一個就好啦 不是啊 考選部沒有代表對不對 所以黃委員講的也是有道理啊 就是說你法官產生考選部 考選部有什麼意見 而且這個官制官位也不是考選部啊 他是權序部啊 那為什麼是考選部的代表 如果是考試院的代表可能有一點道理 為什麼是考選部 這個跟主席報告啊 因為這個禮選委員會啊 這個制度都是外部進來的人 這個跟考試有一點點類似啊 譬如說有律師要轉任為法官 這個類似一種考試啊 所以可能跟當初是覺得考選部啊 是 比較會考試 比較會出題目 這如果不是這樣啊 還有啊 你要講考選部啊 你今天自己提的修正動議 就寫考試院 就考試院啊 所以我才問你們啊 第一個問題 程式先搞清楚 到底是考試院還考選部 第二個是為什麼要有兩個人啊 我三個沒有啊 你如果說希望說人數要重新做分配的話 我寧願多一個人是法官的代表 我們目前的法是考試院啊 至於考試院找誰 有考試院來找啊 那我們105年的這個是考選部啊 考選部啊 這樣子 那至於說考試院是 現行法兩個要不要改成一個齁 我們尊重的 現行考試院的代表是哪兩位 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 兩位考試委員 兩個考試委員 如果總人數不變的話 我是建議考試委員的代表 三姐成一個 然後法官的代表多一個 林選程序他還是屬於考試委員 沒關係 這個考試委員回去 對不起啊 四萬元回去研究一下啦 好不好 四萬元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 有什麼意見 考試委員都要剪了 考試委員拍那麼多人 就拍不出來啊 那對於這個黃委員建議說 因為你們現行是 院長主主持嘛對不對 然後林選委是18位啦 我剛剛算了要18個 那18個如果人數不動的話 那麼法官代表增加一位 這樣你們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齁 好我們就把第七條 那麼各位委員對於 考試院的這個修正動議裡面 的第二 在第二項 加上及其他法律規定辦理這事務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啦 然後我們把人數做調整 考試委員 考試院代表一人 有考試院推派 然後第二款 法官代表七人 產生方式一樣 好那我們就照 司法院建議條文 主席 來請留言 那個上一次我們在審查會通過的時候 在倒數第二項有增加 司法院長林選第三項 第五款委員 使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那現在不見了 這是因為有困難 那我們的來源是從其他地方來過 不是 他這個是用原條文 對不對 你們是 我們上次通過的 第七條 然後 對 對啊 他們 所以你們的 你們不可以 你們如果有修我們的 你們的建議版本 如果修我們的 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條文的時候 你們要把它標出來喔 OK 所以我們對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只有改兩個部分 一個呢 是在 呃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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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司法院建議的修正 修正通過 然後 第三項 第一項 第一項 改成考試院 考選部改成考試院 考試院 考試院代表一人 有考 有考試院指派 第二款 法官代表七人 好 我們 照我宣告的修正 三分之一的部分 這個 105年的那個委員會版有三分之一 沒有錯 不過因為這裡面來源 譬如說 像考試院 現在修只有一個 檢察官只有一個 然後律師三個 這個人數很少 要 控制三分之一 是指每一軌進來都要三分之一 是不是總數總數 對 因為每一軌進來不一樣 要控制總數三分之一 技術上好像 不是很容易 就等 他們 要怎麼調整的問題 假設 選出來的 譬如說 你的意思說 譬如說法官 法官是 法官 不是律師 律師是他們 律師代表選的 那 除非他全部選出來都單一性別 否則你們 是由你們司法院院長 在這個裡面去 你們裡面好幾款 第一個院長可以篩選 你們提名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最後院長 學者專家 他還可以領選 只有第五款可以做到 對 跟主席報告 這裡面只有第五款 因為由司法院院長來領 他可以領說 這個 單立性別不得少分之一 就沒有問題 但是各個款呢 因為他都自主的產生 那你如果是總數還要維持 單立性別不得少分之一的話 譬如說 前面的人家各自 零出來的 假設都是 女性比較多 那第五款就全部要變男性 可能還不一定擺得過來 這樣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就是說 譬如說第一款 那是考試院只只派一個 那我們就不管 像法官代表 是司法院院長提名 三倍人選 然後 再從審議委員會選出兩倍 然後法官票選 啊你有可能選出來這個 一半一半啊 兩倍 七位嘛 變成十四位 七位男性 七位女性 但是法官一票選出來 萬一集中在單一性別 那怎麼辦 那你除非是從每一款 都去訂 你每一款都去保障 那就會有 可以地補啦 譬如說 在人數比較多的 譬如說法官代表 去保障 或者是學者 跟 就第五款 去保障 你其他的無從保障啊 是 譬如說 我規定 法官代表一定 性別各辦 齁 然後呢 學者專家 也要 性別各辦 法官代表現在七個啦 沒有辦法各辦啦 來我們請這個 市長有意見嗎 請說 保障先生 剛剛在通過 考試院 代表一人 部分 那有 考試院 呃 我們說 我們剛剛通過講說 有考試院指派 那因為考試院是那個 合一制 不是 院長沒有推 沒有指派權 那現行條案 都是用推這個字 不是用指 這種推派 我們 所以我們等一下 這個處理完這個 性別的時候 再來做宣告 欸 主席 來請 來請 民主長 就是說我們這裡面喔 就是比較能夠靈活 達到那個 優遠意見喔 單力性別不得少 人之一就是第五款啦 那我們是不是就 第五款的部分喔 就 用這樣來維持 單力性別不得少 其他的因為是用選的喔 怕過於複雜啦 有一些人很少 就是說按照105年的委員會的 條文這樣子 就把它 匡定在第五款的 情況 社會公正人士 就在選的時候要選這個 單力性別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超過 不得少 不得少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也不對啊 你單力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喔 那所以就是至少要兩位 男性或女性 對對對 那你法官 代表呢 因為法官代表用 如果說我們按照105年的草案 就匡定在第五款而已啦 其他的就 不再特別限制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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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連全國 連六個人都選不出來 所以事實上是過濾了 因為這個就跟行政院的性別平等會 也是一樣 性別比例不得第五三分之一 他也是从各个来源 那各个来源的话 最后一定会到 就是你最后你在圈选的时候 你就是用最后的学者 这个部分去圈选 而且前面 你说考试院的代表 也都难的 法官代表也都难的 检察官代表也都难的 律师代表也都难的 如果真的都是选出 这样都是难的 我想我们的之二性别 真的是应该好好加油了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实务上考量 就是说设计制度的时候 要把它设计到可行 那就最坏的状况 就是说万一其他的 因为这个考试院一个 然后检察官代表 然后法官代表票选出来 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话 那怎么办 但我的意见就是说 应该对于人数比较多 这个部分做调整 这不能只有 这个司法院院长 临聘的这个部分 你法官代表如果选出来 都是高度集中单一性别 这样当然也不对 投票出来 我们投票出来 当选的也会变落选 对不对 我们也有这个性别保障 那你们这边票选出来 做性别保障 这也很合理 你第二款如果规定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我觉得比较平衡 可以啊 因为人数多 比较好操作 但是有会人是比较在意 就是说万一 你们如果这样子会不会 第五款就只有两位 第二款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话 就会三位 两位三位 五位 其他全部都是 其他的性别 刚刚主席建立了 我们把第二款 就人数多一点 也都把它纳入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这样效果会比较直截 请黄委员之后 请邮委员 我两个部分就是说 制度设计上 你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 你要去设计地不治 因为最后都是用票选 你一旦用票选的时候 如果到时候 为了要去考量性别 单一性别 最少三分之一的保障 那就是有的票可能高的 但是他也不一定 会选得上 然后由后面的去递补 第一种方式 就是递补制 那这个是事后处理的 那第二种方式呢 是事前处理的 那事前处理的 那个考试院那个代表 一个人那个就不要论了 那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它共通的 都是中间有一段 在票选以前 由司法院院长 他去圈嘛 两倍 或者是 对啊 都是圈两倍的人选 那是不是有可能 制度设计上 就是二三四款 就是请院长 他在圈 那些人选的时候 加起来 他圈单一性别的人数 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 我讲的是全部加起来 这样弹性会比较大一点 那下去票选了以后 就尊重票选的结果 那当然第五款的部分 因为院长自己就可以定了 那事情比较单纯 那第五款就像刚刚秘书长所讲的 单独的规范 那二三四款 他总圈的人数 框起来 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 这个是一体总 那如果说大家担心说 他院长虽然提 有最少三分之一是单一性别 三分之一以上 那票选出来以后 结果未必会这个样子 搞不好因为我们现在 可能专业的司法同仁里面 女性的比例其实也越来越高 那单一性别的突然 可能是女性 有可能是男性 那选出来就没有三分之一的话 那 你 除非你要透过 去设计一个蛮繁复的 事后的第一不治 要不然这个问题 不太好 不太好解决 那我是建议啦 是不是说 第五款的部分 刚刚司法院也讲了 就三分之一 那二三四款的部分 就司法院院长提名出来 他选过以后出来 给大家票选了加起来 不要少于三分之一 来 严谓 事实上不用那么的烦恼 因为呢 就说当法律这样规定的时候 到时候院长要去圈选 第一个你在提名的时候 你就都要多提名一点女性 那你最后一定会达到三分之一啊 因为行政院的 现在说各个委员会的单性别 都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从来没有发生问题啊 那为什么围堵我们司法院 而且我们司法院 现在女性的法官也那么多 你看我们的厅长都是女性啊 那你在担心说 劝不出女性出来 不是啊 现在就是说到底 刚刚法院也提到 事前就要圈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还是说事后选出来控制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啦 这两个啦 如果说要事前来圈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所有司法院长依照这条 能够圈选出来票选啊等等的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话 那我们把它明定 实际上选出来多少 那就不要再去动 就要按照选出来 这样子就不用递步啦 这个我想也可以啦 因为理念我们是赞同啦 就不要弄得太过复杂 这个没有说服游委员啦 游委员还是希望说 你最后结果就是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啦 那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变成 如果万一少于三分之一怎么办 是啊 这个就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啦 对 因为譬如说我 假设扣除考试委员 刚好是不到三分之一 到时候哪一个要 就是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 就这个你们要去面对啦 唯一一个完全院长可以控制的 就是第五款 是 也就是你第五款最后才提 假设你就用第五款来补啊 这没有办法啦 因为三分之一是六位啦 其实这个也没有很困难啦 你万一 全部票选出来的 或者 不知道考试院派来的 全部都是 集中同一个性别 那你这六位就只好提名 另外一个性别 就这样子 实际上是做得到啦 好不好 那这样条文就是说 条文就是维持 审查会 就是我们上次的这个条文吗 审查会是第五款要 不得扫一三分之一 那刚刚依照主题的意思就是说 审查院长在签选第五款 第五款不得扫一三分之一 这个你们有什么困难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第五款没有困难啦 为什么在你们订出来条文就不见了 不是 优委员当初质疑了说 为什么你们的修正条文把它审查会通过拿掉嘛 你们如果摆着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在你们心里面是觉得这个条文连这个你们都做不到吗 这我就搞不懂啦 这个我们可以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我们审查会如果上次通过了 是你们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你们的修正东西要把它拿掉 然后 刚才有委员讲了 我做了宣告 然后你们又有意见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听了就糊涂了嘛 现在我是希望是说整个总额的三分之一不是只有第三款 是啊 如果照这样听起来我们整个讨论都在讨论总额啊 好啦那如果院长手上有这个第五款啊 你们就自己去想办法处理啦 我们就定总额三分之一啦 对啊 对啊 对 我再次跟各位做宣告 我们第二项照司法院建议的文字修正 然后第二 然后第三项的第一款第二款 就是考试院代表调整为一人 有考试院推派 然后第二款呢 就是法官代表有六人修正为七人 然后我们上次审查会通过的 司法院临聘第三项第五款委员时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这个我们要改成 呃 临选委员会 就是我们改成应该是第几项 不用啦 就直接写法官临选委员会委员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这样就好了 嗯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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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照这样修正通过 跟各位报告 不好意思 我们要回头看一下第五 第五条 因为 这个是我刚才提过的 就是说因为 呃 第五条跟第五条之二 因为第五条之二啊 就不予增定 所以呢 第五条的原来的 有两项啊 放到第五条之二 就是要拉回来了 请各位看 这个司法院提供的资料 最后面啊 最后面那两项 必须要从第五条之二 拉回来 就在第五条之二 不予增定之后 那我们就照 司法院建议的条文 再增定 这两项 好 我们照 司法院建议 建议条文通过 好 请各位再往下看 刚才是第七条 现在是第九条 就是说他们跟我们进行把他拔撕 一个一个来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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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会通过的是不予修正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那个 对不起哦 那个司法院再确定一下 那个 跟前面的对在一起的部分 里面有没有要调整的 不管是第五条通过的修正还是第五条之一保留的条文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万一 第五条之一会不会跟第五条联动的意思 跟第九条 因为第九条它里面有牵涉到两个部分 一个是第五条我们刚刚通过 第五条刚刚通过 它的项款的联动 那第二个是跟还没有确定的第五条之一 可能产生的联动 这件事情要先确定 好 我们请司法院先检视 第五条的部分不会 不会有 没关系 这个你们在检视之后再跟我们说明 好 我们第九条先保留一下 第五条 第五条之一会不会跟第五条 然后发生的实践动 我们第九条在委员会的处理是 决议是不予修正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司法院检查之后 我们再重新再做确认 好 请往下看第十二条 第十条 第十条就是审查会决议不予修正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第十条会不会跟前面第五条之一 变动 这就是你的轻调感觉的法律 然后这边只特定到那个 五之一是什么 第十 五之一是什么 第十 他先说第十 应该就是说如果五之一那是 刚刚我们司法院认为说关于中审法院的法官 按照限制的话 那么第十条就不予修正了 就是因为如果依照方委员刚刚提到中审法院的法官 还要经过临选委员会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点影响 好 那第十条就病同第五条一并保留 那第九条呢 没关系第九条你们再慢慢检查 请各位看第十二条 十二条也是一样 这个是法官的任用的 因为这个不会有影响 因为这个都没有经过总统 不管是依照方委员的见解或示范案 这个都不会经过总统 这是在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以外的法院法官的任用 因为他就是这个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特认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维持现行条文了 照审查会结果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 好请看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也是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 请问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维持审查会的决议 请看第二十条 如果没有意见我们也照审查会结果 好请问司法院关于第九条你们看过了吗 怎么样 第二项 直接说明没关系 那个第二项第九条第二项据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至第七款 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个中研院的研究员 所以那个要把它加进来 它是事属资格 好 所以只有这个部分要做调整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跟第五条的这个 就是这个部分要做调整 那就麻烦把这个文字提供给我们委员会好不好 好好 我们第九条 照司法院建议条文修正通过 请看第三十条 三十条 三十条只有那个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现行条 那他们一百零零零的时候把事业法院建议变单纯 看这个有没有意义 那其他一个就是这个的话 这一个的话是说 三十条在 有关于审判身上 那他把重大吗 审查会是照修正动议通过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维持审 对 那请有委员 因为那个三十条 其实我有版本 那最主要的就是到底要不要有全面评鉴的问题 那以及呢 就是原来通过说单纯是用法律的见解 不得理做法官个案评细的室友 评鉴的室友 那 大概有些的意见认为说什么叫做单纯是用法律的见解 那另外呢 我这边呢就是 原来是用就是说法律含舍的错误 就是他明显的这种错误的话 那那个周委员版也是有就是限于就是 这个含舍 事实跟法律之间的含舍明显错误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不要 要不要保留 好 好这个因为是第一会期那个时候审查的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保留 请看31条 请看31条 就是关于这个全面平和现行法是规定不公开了 那我们下次有同意说按照这个周委员的这个提案 可以有限度的公开 所以平建的公开方式范围有400元来 这个依照平建委员会意见来决定 这个关键是保留的关键都不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在平建跟平和啦 对不对是不是 好 所以这个部分也只好先保留啦 你们如果没有讲定的话 你们如果没有讲定的话 那就只好先保留啦 因为我们在在这个协商也没有办法表决嘛 就是协商就是要大家说得好啊 撤得好啊 不然就没办法了 就先保留啦 32条 审查会也是保留 那有人你们跟司法院有没有去谈过 有没有再谈过 有没有一个共识 还没有 也还没有那我们继续保留 请看33条 好 这个是上次通过的啦 但是这个显然是有意见啦 这个有意见你们要在这边 上次大家都已经谈过一次啦 这个是关键条文啦 也要再说明嘛 如果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就就先保留啦 好的请方委员 33条我上次有提出来 就是说 当里面有律师 是平建委员的时候 那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他过去的事情 一个是未来的事情 那未来的事情就是说 他如果接到了案子 那个法官是被评鉴的对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有三种处理模式 第一个处理模式是 对不起大律师 你就不要接这个案子 第二个 法官要回避 第三个 就是看先后 什么叫做看先后 这个律师在接这个案子的时候 这个案子还没有assign给任何的法官 所以他并不知道 到时候如果随机抽分案 分到那个法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是法官回避 因为那个律师 人家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已经结案了嘛 但是 如果这个案子 他已经 本来就已经分给那个法官了 那这个时候 那个律师 他接了这个案子 反而逼到那个法官必须要回避 他会造成很复杂的状况 也就是我可以策略性的 的运用 那这个时候我认为 反而应该要去规范那个律师 你不应该 去接这个案子 因为你自己当评鉴委员嘛 你已经知道这个法官的案子 系数在 你处理的当中 你怎么可以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去 接那个你已经知道 已经assign给那个法官的案子 我这样讲 我不晓得是否还能听得懂嘛 就是123 我自己是认为第三种模式啦 是最公平的 所以最公平就是 我接案的时候 还没分案 那既然还没分案就不知道嘛 那万一分到 那个法官的时候 是那个法官要回避 但是我如果 在我还没有接案以前 他已经assign了那个法官 不能因为我加入 去逼到那个法官 他必须要回避 因为 你大概不太 在 就是说 除非你们要接受一种状况 什么状况 就是啊 没有关系啦 那个 贫贱的委员 那个律师 跟那个法官 被贫贱的那个法官 在同一个个案当中 我们相信两个人 都展现高度的法律人 自治 跟专业的伦理 绝对不会 有什么 厉害冲突的考虑 除非你採取这个立场 要不然势必这个问题要解决 好 这里面 就是说这个 黄委员提到这个 在理论上 这样是 好像比较拙前 不过在实务上 法官什么时候分案很清楚 这个 什么时候案子分给法官 那律师什么时候接案呢 就造成一些整理 因为这个涉及到 他接案的先后 影响到到底是法官回避 还是律师回避 可能会将来会有一些争议 我们是建立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实际上执行业务当中 如果 因为 这个律师曾经是 评件委员的话 那么跟法官之间 有没有构成特殊的 厉害或弦怨 按照诉讼法的规定来回避 这样就可以处理了 回归到诉讼法来解决 对啊 回到诉讼法 法官回避的问题来解决 那至于说这个律师的部分 可能还有律师伦理规则等等那些问题 那诉讼法来解决 对啊 来 黄远 你好 你把它留到 诉讼法解决 其实我在讲的有更白一点啦 你就是回到个案 去做判断 而个案去做判断 它所存在的不稳定性 就是潜在的厉害冲突 这种潜在的厉害冲突 你把它回归到个案去判断的时候 我不是完全反对啦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司法院的事情是 这件事情所会造成的不确定性 跟实际上面在实务上面的操作 它可能会比你现在把规则想清楚以后 产生的困扰还要更大 现在也就是说黄委员刚刚提到那个分案 用分案的先后 看谁先接案分案 这个可能要克服的就是技术上 这个律师什么时候才算接案 这个可能不容易有一个明确的 的一个点啦 因为他可能从第一次 大家交谈交谈 然后到最后才正式委任 这个中间 这个时间点可能没有像法官分案那么明确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如果用这个时间点来 可能在执行上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这样 所以呢 我们是比较建立这个问题 其实 在诉讼法上面 有一个比较概括的 当然只要实物上的见解 有一些调整 就可以应付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 目前实物上 关于法官回避的这个部分 偏颇之语的解释是过载一点 不过这将来是 如果实物见解改变的话 他就可以处理 许多的情形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33条 因为不牵涉到 他们执行的这个评鉴的内容 对不对 它就像这个组成 那么 各个版本的这个差异 你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处理 呃 有委员 对对不起 周委员的提案是不是跟 三院版是一样的 一样的嘛 小部分不一样在哪边 就是没有 应该没有什么关键的不一样吧 关键的差异有吗 人数的 人数不同吗 好 那所以呢 都一样 都一样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前审查会通过了 是林卫洲委员的版本啦 当然我们现在就 变成龟零来看了 所以可能 这个关键要处理是 呃 尤委员的版本跟三院版啦 对不对 来尤委员 因为我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 当然这个是会牵涉到前面三十条 到底要不要全面评鉴的问题 那会牵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要 让当事人能够就是他自己也能够来申请评鉴 所以呢 如果在呢这些案件量增加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有专业专职的人员专职的委员进来 所以这里牵涉到整个一个制度的一个改变 那另外呢就是要全面评鉴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希望说 这个评鉴的制度他更能够更客观更公正更专业 所以在这里呢就会变成就是他有需要的这些的专职的专职的委员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要他要客观 要排除掉这个所谓的同温层 所以呢就是希望是 所以法律人呢能够就是多于法律人也就是多于人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个也就是其实也是关键的部分 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先保留 因为他会牵涉到刚刚的三十条 因为本来 所有的这个包括人审 就是或者是评鉴都是任务编组 那现在游委员的版本会变成 它变成一个 正式的一个组织就是 固定的组织 所以有专任的委员 变成 有专任的委员还有专任的召集委员 然后 变成特任官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我能不能跟 群续部请教他这个在制度上面他是一个机关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任务编除的性质 他有 他有他有他有专任的 专任委员他有职等 也就是说他是单独任命啊 他没有本身的职务 他是一个新的职务哦 这个 法官评鉴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是特任官 然后专任委员有 有五位专任委员 是比照 检任13职等 所以他是政务任命啊 那个跟委员报告 就性质上来看 这两个层次 一个就是如果要设立一个机关的话 行政院可能要表达意见 那 如果说 就 内部单位来讲的话 那就不会用一个特任的性质 一般在我们实际在运作的时候 内部单位大概就是由他内部人 的人去调充之来处理这个事情 调充就是他是 就内部的人 他是任务 他是任务指派嘛 对对 是没有错 也就是他不是 他是一个临时的 临时的单位 是是 他现在变成一个固定单位的时候 他变成要在组织上面处理 对 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话 那因为司法院组织法要修啊 是 所以就涉及到就是要变成一个 我们通常就叫设计官 才会有专任的 然后专任的才会讨论到说 你这个性质上是要用证悟的 还是用常认的 所以这是有几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就在政策上要有司法院先决定说 他在 这应该跟行政院不相干吧 呃 一般来讲哦 我们都是要成立一个机关 的话 那这个不在中央行政机关组织 计判法里面啦 那 人员的性质哦 才会到考试院来我们做官知官规的 所以像 像最近我们上次谈 谈那个什么 那印安 印安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要先决定他是 他的属性是什么 然后再来说这个人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性质 这个我 我不是很理解啦 好就是说 考试院的组织 那当然是考试院 表示意见嘛 那考试院的组织跟行政院不相干啊 因为行政院无从规范考试院的组织啊 司法院 是啊对对不起司法院了 讲错了 那但是跟你们在处理官知官规会相关吗 对 所以我们 那为什么要 我不太了解行政院在这里面的角色 我一般来讲哦 那个的确 可能提的就是那个主席所提到的就是说 在一般的 我们先提开了哦 如果是司法院要成立一个机关以后 政策决定机关以后再来就走到你那个那个的机关 还有具备有专任人员 那这个专任人员他的性质是什么 那就是 那就是常任呢 还是用政务 哦 所以如果说就这个案子 这个来讲的话 那就是说 司法院政策决定说要设立一个 专责的机关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考试院就我们的所谓的官知官规里面 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我们来表达意见 所以这个阶段你们还是不愿意表达 就是大概有委员这个设计是这样子啦 召集委员跟专任委员 就是这是从外部来的嘛 这是外部来的 因为他是外部专任的嘛 外部来的 然后他是政务任用 跟议会是特任嘛 那这个评鉴委员会底下一定会有一些办事人员啦 委员之外办事人员应该就是调 调从司法院的职员调过来 调过来嘛 对对 所以他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啦 那所以我要跟你们请教说 那这样子他是一个机关 他是不是一个机关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这个是要我请你们表达意见在这个部分 那个 应该说是不是机关 是不是机关司法院确定 或我们在审查会决定的以后是机关 在机关的这个首长 到底是常任或证务的部分 在有考试院来这边可以做表达意见 那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是不是就是说 其他的例子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设计 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我们会觉得啦 也不见得像这种植物一定要用政务纸啊 不一定要用政务纸来 才能够维护他的所谓的独立性啦 他是刘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因为量会很大 好 因为评鉴因为他是全面评鉴嘛 对 所以你如果是任务编组 他无法附和啦 所以他要有一个首长 他要有专任委员 他除了其他兼任委员之外 还要有专任委员 所以要处理很多很多案子 每一年都要所有的这个法官都要全面评鉴嘛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会长成这个样子啦 那你要问司法院 因为司法院根本 他们不愿意这样设嘛 所以你问他是没有用的嘛 司法院怎么会告诉你呢 是不是这样子提供我们 一些经验提供我们文艺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我们建议就是 可以这样设计吗 他如果这样设计 他会叫做什么 有没有别的例子 好 我是不是这样做建议 就是说在行政院这个体系里面 的确现在在中央机关组织 基督网里面有一种叫 尝射性任务编组 叫尝射 他名字叫尝射性任务编组 他就 就是说处理这种很多 很多这种像我们委员所关系 可能业务很多 但是不希望他成立一个机关 不成立这个机关 假如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通常在行政院的尝射性任务编组的话 他那一个做负责这件事情的话 也许我们用卫福部 卫福部他有一个类似这个 医事生育委员会 这种所谓尝射性任务编组 他就是由卫福部里面的参事 来兼任 然后他就负责这些 一些这种业务上的一个推动 那所以也可以达成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业务委所提到的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们目前来讲 就这整个机关的运作里面 就是如果要专责的话 就成立一个机关 那另外一种就是在专责机关 跟内部单位里面 有一种的就是要尝射进任务编组 然后再来就是内部单位 这三种可以去做选择 这三种选择 那这种所谓的机关的话 如果今天是个机关 那这支机关的首长 也不见得要用政务官 用常务官也可以 也可以 那如果就这个业务上来看的话 如果说司法院不愿意 业务性常态的工作 这也是一个选择啦 那是不是看看 这是不是在 司法院在这边 这几个形态里面 好我们考试院就 除了就考试院立场就 那另外我也知道 我们一直在行政务官运作 有这种三个可能性 那看哪一个是最适合的 好 来请就委员 那个能不能再请 再请教一下 就是您刚刚所讲的说 常设的任务编组 那他是一定要由 就是有这个公务员资格的参事 来当这个召集人 他可不可以由外面 临选的委员 就是他不具有公务员资格的人来当 那一位首长 以前平在运作 那位首长大概就是用 常认文官来 来运作 然后他必要时候 他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 找一些委员 来协助他 所以我说这一部分 是不是 有两种方案处理 一种就是 从行政院来 就这个部分 提供我们 那个委员会做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 我们也有一个政策 像这样子的话 那这条案是不是保留 我们就现行的 这几种形态里面 找出一个 事完也也可以接受 那也可以落实 我们邮委员的 他一个理念的一个做法上 是不是可以 要做法子来做 本来就是要保留 我只是想要了解 邮委员的这个设计是 配合全面品鉴 是 那如果 这个采行的不是全面品鉴的话 这个人力就不需要这样子 扩充了 好 这个 在接下来的条文之前 我要跟这个 司法院请教 就是说 刚才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资格 那民主长的说明是说 因为这个 司法人员人事条例 他已经被取代 那现在司法人员人事条例是废止了吗 没有 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还是有 对对对 但是你现在法官法没有规定 最高法院法官的资格 院长 院长 院长没有规定 院长 院长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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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没有规定的话 这个法官也没有规定 那为什么不是用 司法人员任用条例呢 因为在法官法里面 特别把那个 最高法院的院长 最高行政法院 中审都把它列为法官 所以他又先是用法官法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 好啦反正你们去搞清楚了 不要让我空欢喜一场 好34条 34条跟委员会报告 有修正动议 三十四条跟委员会报告 就是说在我们第一会期 审查的时候有通过的决议 但是这样一样全部都归零了 好 各位请看中孔赵委员的修正动议 请中委员说明 好 谢谢主席 周周各位同仁大家好 上一次特别悬答的时候 有针对我们第三十四条 第三项的一个资格的限制 那为了要求谨慎 所以应该是在推举跟 零聘两个过程当中 我想在 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当时黄委员也有特别提到 在推举尤其是 法务部跟律师公会 如果是在推举的话 那法官是不是用零选 选举委员的方式 所以 原条文是没有只有零聘 那我是希望能够在第三 四条第三项 做了一个修正动议 推举凌聘第一项 第四款之委员 因考量性别单一的来源 也希望能够来源能够多演性 以上说明 先请调文 在我们审查会前面通过的 调文里面 是说 司法院长临聘第一项 第四款之委员时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就是 有兼顾您说的性别的考虑 现在你只是要强调来源多元性 推举及临聘 能不能具体举一些 因为具体上是在推举程序上 可能在法务部 因为我们前面的条文 设计里面有法务部跟历史公会 可能是采取推举 那到司法院院长就直接临聘 刚刚我们在讨论到前面那一条文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那这样司法院院长的 权责是不是太大 所以是不是在过程里面 包括前面方国参委员 也特别提到 包括法务部律师公会如果采用推举 那相对的法官用 林选委员 林选委员会的方式去用林选 我想不管是哪一个阶段 推举程序 从法务部律师公会 或者说司法院院长 如果再有个推举 再加上现有条文的林变 在程序上会比较完善一些 因为我们委员会本来通过条文 就有对于单一性别保障的规定 除非您觉得这个保障 因为它本来很具体 就是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那然后周委员的提案也有讲到 第一项第四款委员是应考虑来源多元化 那我自己是觉得 周委员不好意思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 但性别保障这个很具体啦 三分之一很具体 但是所谓的来源多元化 基本叫我该随我该随不出来 这什么叫来源多元化 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委员想要保障 什么样子的身份或团体 是不是可以比较提具体的规范 否则这个来源多元化 我坦白说 对他们一点拘束力都没有 这就不会说的啊 我想 因为之前在讨论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我有特别提到 因为在惩戒的过程当中 对法官的一个惩戒过程当中 所谓的多元化 大概是针对判断法官有无的 所谓的四个性 那这四个性的话 也就是在所谓的 法学专业也好 或者伦理专业也好 如果能够所谓的来源多元化 比如从伦理学或心理学里面 去挑选这些 或评券委员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 不会局限在于 我们一直常判断的 都是在有法律背景 希望能够有一些 在其他学术领域上 可能不是我们一直在讲 想象中的 法律上的一些 那我希望能够从这些的 包括是伦理学或心理学等 学术专业人才 里面去做挑选 可能我们在做一个 评价或惩戒的时候 也有更多的一个多元性 你上 主席 那请说 那个我的版本 就是跟原来通过的版本不一样 最主要就是 它的主成 就是法官评见委员会 它的主成到底是要怎么样 其实就像刚刚 把它限制只剩下一人 然后非法律学者 跟社会的团体的代表 这个就是 就是比较多的人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用这个方式 去所谓的那个多元 因为 在这个法官的这个 评见委员里面呢 就是说如果没有具有多元的 这些的观点的话 其实我们 因为 法官的同职性 其实也蛮高的 那法律人的同职性 其实也都蛮高的 但是对一些的 比较弱势的案件 或是一些比较 人权公益 这些的案件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那个思考 会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 是按照我所举的 就是说对一些的 性侵的案件 对这个 弱势移工 尤其看护工 然后被性侵 结果呢 这个 检察官认为说 这个 你不太可能被性侵 然后呢 后来送评件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里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在 在讲这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部分 也是牵涉到 就是说 他这个评件委员的 这个组成 所以是不是也建议 这一条来保留 这个 因为 好 这我了解了 我只是跟中委员建议 就是说您刚才所提的那个 因为在三院版 也都有提到来源多元化 因为你这个修正 跟三院版跟中委员那个 是一样的 就来源多元化 那来源多元化 那你应该看是不是把你刚才讲的那个要求 能够把它放进去 只是说 如果照三院版跟中委员的版本的话 这个第四款的产生是由 法务部跟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各推举 法官 法官 检察官 律师以外之人 四人 送司法院院长临聘 那也就是说 您所谓的这些专长 的人员呢 是由 非这个专长的人去 推 推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心理学 或是 文理学 但是他们 推举的来源是法务部 或者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那就变得很奇怪 好 那要怎么产生 就心理学的专家 或是精神医学的专家 那是由法务部去推 去找吗 好 还是要 谁去找 法务部的瓦航啊 他也是要去找 找卫福部帮忙啊 他也是要找其他的部门帮忙啊 来请民主长 是 主席 这个我看那个中委员这个提案 跟我们的三院版的 其实他重点在于就是说 我们是司法院临聘嘛 就是他推来 你就在推的人选里面临聘 那中委员刚刚的说明是希望前阶段 在推的时候 就能够多元化 好 他是希望这样子 这样子 他大概觉得是说 我们人家推不多元 你司法院也没有办法临多元啦 他说希望再加上推 推 推局 知道啦 但是推多元的这个对象 他是单 他是不多元嘛 就是负责去推的人啊 就是法务部跟 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他没有这个专场嘛 你要你叫他去推 你叫外行人去推专业 那这我是觉得 可能这个如果 这个再想一下 反正这条也必须要保留啦 好我跟各位 这个有印给大家吗 有 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个印给大家修正动议啊 法官法的第九条啊 这个就是刚才黄委员提醒的 请司法院去做 这个文字的调整 各位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修正意见通过 三十四条 我们今天到 三十五条 处理 结束之后 就 今天的协商就先告一段落 三十五条 有中委员的 修正动议 各位请看桌上的 文字 那请中文人说明 第二只是在最后面那一段 多增加一个法官评鉴委员会 审议各案评鉴事件 未确定维持行为模式之必要 得救评鉴法官 其他未经请求 相牵连或同类型维持行事 并依调查及审议 加这些文字 那这些文字是之前跟 苏乃彦这边有讨论过 那这些文字是之前跟 苏乃彦这边有讨论过 我先查一下 这一项没问题 在他前面通通没修 我们都修了 他这边 三十五条也是第一会期就通过的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样啊 前面没 是不是前面没有处理 这边也没办法处理 对不对 我们三十五条就一併保留 主席不好意思 我可以请教一下 那个 35条的 条文 按照现在 三院版的版本 因为 审查会所谓通过的版本 那个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那个我们就先放旁边 三院版所提出来的条文 我要具体的请教 之前 引发轩然大波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陈诺华 違反侦察不公开 还污止检察官 冲换证据 这么严重的事情 拖到今天 没有人把它移送品鉴 没有人把它移送品鉴 按照 现在司法院 的条文 你们所推动的条文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谁可以把它移送品鉴 根本没有人在动啊 官官相护啊 大家愤怒就是这件事啊 你把它放到当事人 有什么意义 在他所做的那一些败坏司法性欲 践踏司法的尊严 甚至我不客气的讲 可能涉及到已经刑事犯罪的部分 按照你们修正的条文 你们提议要修正的条文 谁可以送紧他评鉴 那你跟他说 受评鉴的法官所属基因官的法官三人以上啊 我后来才发现喔 原来那个法官 为什么到现在 关系那么好 动都动不了他 他不仅是 台北地方法院自立委员会的委员 他还是你们司法院人士審议委员会的委员 到处都在当委员啊 谁敢动他 院长造他 再到今天竟然没有一个机关 全面瘫痪 没有人可以把他移送评鉴 那按照你们现在推的条文 谁可以把他移送评鉴 请说明 好 请司法院说明 在制度上喔 如果法官有这个 違法失职的情况喔 在我们 草案或现刑法里面 其实这个 法官三人以上 还有法官所属的机关 上级机关 都可以 那简大署这当然 所以依照限制来看 在制度上面 除了台北地院三位法官联署 台北地院高院司法院院的都可以 对啊 但现在从这个个案来看 是全面瘫痪掉了 我有说错吗 全面都瘫痪了 关系好到 从台北地院到司法院啊 甚至是人省会的委员啊 根本没有在动啊 我不客气的跟法务部讲 你们腰杆子停止一点 基层的检察官检改会 要求你们检协会要动 动都不动 现在是整个司法体系官官相互到什么程度啊 院长照他关系好 当人省委员 动都动不了他 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看不下去啊 刚好这个例子就印证了 上面这都写好完的啦 谁动了 陈志强又会植入法庭喔 他做了判断 在媒体上面上政论节目 讲了一些不适当的话 司法院是直接移送欸 这个案子是怎么样 我如果基层的法官没有去打听清楚 我今天坐在这边讲是我不对 事实上这么明确的包庇到今天 离谱自己啊 民主长你应该利用机会说明一下 因为坦白讲我们也只是看新闻的报导 那听起来 中央是 这个除了黄委员咨询之后 我们光是看新闻报导 也觉得 是很离谱 那你们有没有去做调查 或是 那既然 这个法条给你们这样的职权 那你们 或者是说现行是没有办法 还是怎么样 这个跟 主席各位报告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呢 有全面去了解 那 当然这个 陈法官呢 他在法官论坛上面PO一个文 他是说 检察官事后才把这个逮捕通知 就是 放在 侦察卷中 那这一点呢 是否他自己就发声明道歉 这是 他PO这个文是很事实 那 台北地方法院有就整个事件的这个 过程 去问这个 陈法官啊 还有包括律师啊等等 那 根据他们的理解 就是报告的结果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 逮捕通知书 在当庭找的时候是没找到 所以那个法官还真以为是没有 所以他施言了 他这样子不应该被 评鉴或者不应该被调查吗 我的意思说这个不是道歉就解决 那也是有道歉 我们也知道说法官都有情绪 那他这个把它当做 这个在网路上的攻防 或者你看检察官被我抓到了 那这样法官这样对吗 是不对啊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他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啊 对 那我们既然对法官的要求都会比 我们对一般人要求要高 一般公务员要求要高 那如果外界有这样的质疑 那你们也去做了了解 他的确 是 他可能也没有去查证 他就是看到了 他就说 他如获至宝就开始骂人了 那这样他不应该要付出代价吗 他只是道歉就可以解决吗 跟我们报告 所以台北地方有进行调查以后 宿命警告 然后 因为我们看他是要列为联中考核 所以应该 很有可能啊 会未打良好 这个未打良好等于考平等 这个法官的 将来都会深受影响 请华委員 那今天很严肃的问一件事了 台北地方法院在这件事情上 轻轻放下用书面警告 司法院的立场是什么 我万人要了解这件事啊 我去找了多少检察官跟法官问 我问的那些法官跟检察官都是很有正义感的 跟他没什么私人恩怨 现在司法的基层再怎么讲 所谓法官的自律啊 就是看你的关系有多好 如果像陈诺华那种关系那么好的 北院有院长可以照他 怎么会有事 怎么会有事 开自律委员会不来也没有关系啊 其他关系不好的 要被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再说一次啊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最愤怒的事情呢 是 宁愿为了包庇他这一个人 把所有其他无辜的法官检察官通通拖下水 你们现在的制度运作的结果 就是告诉大家 我只要在里面的关系好 我只要在里面的关系好 我当上人省委员了 谁敢跟我怎么样 那个人有台北地下院长之陈秘书长 你们有听说过 没有 都下去啦 跟清晨的法官跟检察官 听一听他们的声音啊 这个事情大家的怒火 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下去了 今天有公开咨询 或者是公开在讨论法官法的时候 我就具体的讲嘛 我藏这个案子里面 我就看不出来说 当你们希望社会大众尊重法官自律的时候 你们自律是怎么做的 你们自律的做法是 包庇有关系的人 没有关系的人尽量处理 这种叫自律喔 大小眼差别那么大 这个秘书长 是 我不晓得这位法官啊 关系好不好啦 但是坦白说啦 法务部在处理那位花莲的法官 的时候明确啦 对不对 这个蔡市长就很清楚啦 但是司法院处理你们的法官的时候 这个尺度未免也太宽啦 你告诉我们说可能 未答良好可能很严重喔 那 如果我今天是台北地院的院长的话 我一定要为这位法官的做一定要道歉 对不对 一定要道歉嘛 啊 法务部 这个台北地院有跟你们道歉吗 呃 目前来讲我没有听到 对不对 那所以黄委员对法务部的要求 也很合理啊 监察官是你们的啊 你们出面来帮他 对不对 你不要要求说 这花莲要回歇了要道歉啊 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后 我们会回去会 是啊 来了解 不我坦白说喔 我跟黄委员啦 没有什么交情啊 但是我觉得他 我跟他关系也很不好啊 但是我觉得就事论事 他质疑这个很有道理啊 他质疑的不止一次 那你们也不做处理 这个跟主席各位报告 这台北地院是在处理 所以他们上个礼拜五就 是在处理但是你要知道 维护法朝的公信力啊 这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们司法院院长要有态度啊 会啦 不是不是会啊 已经拖了多久了 对不对 新闻出来我也看了论坛 那只是因为黄委员已经开始 已经讲了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今天 从他上次质询到现在 你们也没有具体的回应 你们也没有 那我们想要帮你的忙怎么帮起啊 对不对 跟主席报告 这里面都要先把事实釐清 所以台北地院究竟 事实釐清是这样子 你刚才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他也承认说他以为怎么样 我们以为怎么样 我们如果以为错了 就会被罚钱啊 就会被抓去关啊 我们以为怎么样 我们以为不对 我们都要付出代价 为什么那个法官以为怎么样 结果他不用付出代价 或者他付出代价 是不成比 他的付出代价应该比 一般公务员更重啊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司法院是这样处理事情 那我就觉得黄委员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你们院长 你们要求这个要给院长比较大的权 那个要给院长比较大的决定的空间 结果决定起来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那怎么对呢 这个问题我特别报告一下 因为现在台北地院 在一般正常程序 他们已经处理公文报上来 那这个法官在这个事件上 确实是做错了 失言 但是这个法官过去在审判上的表现 其实这个也很多人很关心 他 也有一些检察官因为公务的关系 聊了之后 聊到他 检察官也觉得他办案 基本上是非常认真的法官 所以 一个认真的法官 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那如何来处理 这个先把事情釐清楚以后 台北地院会把调查报告送上来 送上来 送上来我们会依照 一般的这个规定拿来 你的意思是 我去有欢迎碰要背筋就是我 不够认真就对了 我是开玩笑 但我觉得这个 你讲这个道理讲不通嘛 他的这个行为 就是这个行为 跟他过去认真不认真不相干嘛 对所以这个行为 我听起来我觉得不可原谅嘛 对不对 那你指责一个检察官说 偷放证物 这只听起来这多苦力你知道吗 哈 来来请欢迎 司法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们在建立自律机制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社会满不满意 是一回事 内部的公平性很重要 所有的法官都在看 什么叫内部的公平性 我刚为什么举陈士祥当作例子 陈士祥法官不够认真吗 他在法官界如果名声不好 他有办法去职务法庭 但问题是什么 当你做错事情了 就是做错事情了 就是做错事情了 他就被移到贫贱去啊 不是吗 那今天这个陈诺娃法官 我帮七成的法官发声啊 他们敢怒不敢言啊 他是我们北院的自律委员啊 谁敢惹他 他是我们司法院的人审委员啊 院长造他 司法院有人造他 大家看不下去啊 你们队内的公平性 基本的公平性就没做到 我再讲一次啊 在这件事情上 我对于北院院长黄国中的包庇 我彻底失望 开自律委员会 不来也没有关系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今天我公开讲 我对司法院对台北地院 我已经不期待了啦 失望的不得了啊 但是我要问法务部啊 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你骨头染到 自己的检察官被人家栽账 被人家污子 连请权送贫贱的勇气都没有 你们对得起基層检察官喔 好 这个个案就请法务部也回去 研议啦 要做一个回应跟交代好不好 那司法院我们下次 在协商前啊 这个你们也要做一个处置啊 好不好 要有态度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是非的问题嘛 好不好 好我们 这个择期另外定期继续协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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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